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长大 然而 一切从我们鲍尔小组的一次特别行动 开始改变了 我来总结一下大家的发言 我们这位新来的音乐老师 以脸录像 一 思想可以 宣传迷信 二 爱好可以 对旧社会的戏曲津津乐道 说革命戏没看过 三 行迹可以 他最近购买了大量的电子元件和化学显影剂 宿舍里 经常会有奇怪的灯光和人声 依照这些线索 我们保守小组 很有可能 揪出一个隐藏在教室队伍当中的 反动分子 事不一致 今天晚上就行吗 小哥哥 从宿舍走到树林 你 再到他发现事情不对 这期间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不保证期间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小组以上 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不能松懈 要麻烦配一下热 吴斯敏 有 注意力集中 你带领第一小组 去宿舍 找到反动证据 记住撤离路线了 记住 我带领第二小组 咱们这个组任务更重 引蛇出动 保证第一小组完成任务 大家都听明白了 明白 记住 在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前 谁都不能打扫惊蛇 这是纪律 是 出发 杨晓忆 杨晓忆 你来干什么 刘晓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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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小组有活动 为什么不通知我 这次是军日行动 女生不能参加 军日行动 我要参加的就是军日行动 带我一块去吧 不 杨晓忆 你 不许 托我们后台 不许 离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控制 你 更要 我 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注意了 今晚除四害 大家到小树林集合 还有 都带好工具 都不准请假 快藏起来 你瞎折腾 重四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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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除四害 除四害 我这刚开会回来 没接到通知 刚才有两个学生 在我门口就喊 全学校除四害了 你赶紧准备准备 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除四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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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去除四害了 除四害了 除四害了 换远就坏行动 我们三个去放上 一小队进去找出去 去了 我们看 这是什么 这么多胶菌地平 这肯定是一台发宝机 这你怎么知道 反特片里的发宝机 不都是这样的吗 这不是发宝机 这就是一台自制的收音机 我都做过 这也交换了 里边藏的肯定是密电码 手电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听什么错 我听错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我跟你说 张书记 柔老师好 是杨小艺同学 有什么事吗 别别 就是他 杨小艺 就是你喊的 说全校除四害了 对不对 我没说过 不是我说的 我说杨老师 你以后就少喝点酒吧 快去休息吧 我明明听着 是你说的除四害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来 给我们班主任老师 请教问题的 我说你怎么老挡着我的路啊 我来给您照链的 您看 不用你照 我自己能走 柔老师 再见 你怎么出来的 我忘了告诉你 车里录下是后窗户 走 一切反动派 都是只熬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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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站的 不是我 我刚才挂胶卷呢 我 我是第一个跑上去的 那谁最后一个厨艺 我也不知道了 你干的 我今天布置任务的时候 你就开小事 都在想这个事的吧 你也太不遵守纪律了 我就是想给他点教训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们这次行动本来很正当 你这么一动 性质完全变了 怎么变了 你别给我乱通报纸啊 姚德文现在在医院 找到有可能折了 同志你别叫了 坚强点医生马上就来了 我坚强 我怎么坚强 我这脚 坚强 什么破医院啊 医生怎么还不拉 还就此风伤呢 来来来看看 我的眼镜 医生来来来 躺下 现在给你做检查 对不起 我没眼镜 我看不清楚 别紧张啊 我的脚 现在好些吗 哎 太夫 你别走啊 疼吗 疼吗 杨医生问你疼不疼 这儿呢 怎么受的伤 不疼 他这 就是这东西夹的 快把这东西拿走 我害怕 刘舍俊 我今天才发现 你就是个胆小鬼 你根本不配做我们 保尔小组的头 伍思敏 你知错不改 我现在就代表 保尔小组开除你 你开除我 好啊 你是不是还要去学校 告发我啊 你这个叛徒 你还说我是叛徒 你就是叛徒 你再说一遍 你叛徒 你 你 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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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君 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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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我告诉你们啊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会连累你们任何一个人 删开 不…… 紫敏 思敏 不知道 你这么做是为了我 唉 你说 任老师你脚 会不会被家断了 投开 什么什么 我饶德文的事是你搞的 是 你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吴道 你无法无天了 刘史君 你看你还像个团干部吗 还像个预备党员吗 我不是跟您陈述过理由吗 我怀疑饶老师是敌特分子 敌特分子 有证据吗 目前没有 没有证据 你就敢给饶老师下老鼠夹子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往亲里说叫无组织无继续 往中里说 你这是违法之的吗 田校长 刘史君 你小子跟我说实话 昨天晚上到底是几个人干的 就我一个 胡说 你 叫他进来 进来 好 进来吧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 胡思敏 你把昨天的情况说一说吧 我怀疑饶德文 饶老师是特务 所以就给他下了个老鼠夹子 不对 老鼠夹子是我下的 你下的 你有工具吗 你下的 现在家家都除此害 谁还没有老鼠夹子 谁还没有个老鼠夹子 这样的你有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田校长 这肯定是胡思敏做的 他们班啊 就凭这个 赢得了全校的补署冠军 而且这么大的老鼠夹子 全校独一份 除了他胡思敏啊 别人根本做不出来 能干了啊 会做老鼠夹子了啊 是不是要向全校全线推广啊 笑什么笑 这老鼠夹子是套老鼠的 你怎么套到老鼠的腿上去了 你把老鼠的腿上去了 你把老鼠也当成老鼠了 看 无法无欠 好了 刘世军 你现在跟我说实话 昨天晚上的事 到底除了他之外还有谁 没了 就我们俩了 怀骨受伤 已经给他做了修正 要注意恢复 如果恢复好的话 以后走路就不太有问题了 田校长 你听见了吧 你就放心吧 这杨护大夫啊 那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了 他说没事 那就肯定没事啊 那就好 那就好 进来 杨医生 那个中龙老鼠夹的老师吵着要找你 怎么说都不听 那我先过去一下 你去忙吧 你这都惹祸 你说你 就给老师下好的家子 你说怎么拍呀 我就是 新疆当船会 配不了吗 大陆 你气死我了 你 妈 你气死我了 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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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关门呢 伍思敏 你出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哦 来了 你出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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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惦记这个望远镜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们两个都是受了处分的人 也算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我正式向你道歉 那天不该那么说话 其实伍思敏是想替我出口气 因为饶德文在班上说我是私生女 谁知道现在和你们挨了处分 还为我伤了和气 其实我心里很难过的 你别难受了 我们两个还得感谢你呢 为什么 要不是杨虎阿姨 治好了饶德文的脚 我们两个 就不是受处分那么简单的事了 去去去 快把衣服穿上 现在就走 我不去 躲得个初一躲不过十五 人家学校就让在班里检讨 我干嘛要去给他当面检讨 凭什么 就凭他是你老师 就凭你把他骗出来 算了 这些大道理不跟你讲了 你今天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否则 以后就别上学了 我给你帮你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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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听说你给我们小姨看过像 说她命薄失青 还随我的信 就是没人养的私生女 是不是 没有 我跟您这么说 绝对没有 这肯定是在背后造我的谣的 这谁啊 在背后造我的谣啊 谁啊这是 他们太讨厌了 不管是 不管你以前说过什么 但我今天要正式声明一下 小姨的父亲是抗日英雄 参加过地下工作 我绝不允许别人用任何方式 还有我和我女儿的名誉 姚老师 请你以后不要再散布杨小姨是私生女的谣言了 好吗 妈 你真厉害 小坏蛋 你都听见了 我还以为你真让我去做检讨呢 该检讨的还是应该检讨 看把人家害了 以后走路都有些问题 唉 这下好了 我这个主治大夫还要帮他去做康复 妈 我爸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盯着我看干嘛 我在看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 你的眼睛长得像你爸 妈 你家都跟我说说我爸的事儿嘛 妈妈说 这条河一直流到上海 归入黄浦江 我妈跟我爸就在黄浦江边上的一个 饭店人似的 从小我妈就跟我说 爸爸出去干大事儿了 她是永成员 在我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带我离开上海 来到永成 在这里安家落户 就是为了等我爸爸回来找到我们 我们等啊等 等啊等 等到抗战胜利了 我三岁了 我爸爸没回来 他还是没回来 爸里的同学都有爸爸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可以跟爸爸行 每天可以让爸爸送我去上学 为了这个 我没少跟我妈闹过 一直到现在我长大了 我才明白 原来我爸爸是做地下工作的 他的姓名和住址都是保密的 没有人知道 我才这么长时间他都不回来 没准已经在战争年代牺牲了 要不然就是至今还在执行什么秘密的任务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相信我吗 杨二爷 我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要不然怎么会让你进保守小组呢 赵老师啊 再来找杨医生做理疗啊 我好了 好啦 你不信你看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我是来感谢她的 感谢 怎么谢呀 我 请她看电影 看电影 看什么呀 上甘霖 看电影 杨大夫 杨大夫 杨大夫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来来来 你坐过去 你过去吧 我跟我妈坐 快点 杨大夫 饿了吧 看完电影 看完电影 我请你 请你们 吃饭 我跟我妈吃过了 杨大夫 这电影不错 这导演我认识 常颖 你挡着我 拉扰对吧 不知道吹牛 我吹什么牛 我真的认识 我跟你说 这导演到我们那儿 到我们省里采风的时候 是我们剧团接待的他 我还陪他喝过酒呢 我说杨大夫 你这样转来转去 说话累不累呀 这样 咱俩换个座 我们大人好说话呀 我不换 我就坐这儿 这是一个功勋捉住 英雄辈出的集体 他们爬雪山 过草地 渡黄河 跨长江 入朝八年 他们是打不垮的钢铁兵团 胜利归来 他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雄关漫道 针如铁 而今脉步 童童月 妈 坐下 坐下 喂 坐下 妈 喂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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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我拍的你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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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穿成这样 不好看吗 怪怪的 妈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就是这样打扮的 你说你电影也不看 就跑回来 又把自己穿得 跟对面李燕燕 他妈妈王江兰似的 为什么呀 真的不好看 不是不好看 我就认不出来你了 不像我妈吗 是啊 那年我才十九岁 现在连你都这么大了 这么多年了 好了 妈 你怎么了 你这样 我害怕 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妈是高兴 高兴 对 你知道吗 这件旗袍 自从生下你 我一次都没穿过 为什么 你听过一句话吗 女为越急着容 就是说 女为 只为她所爱的男人 装扮自己 忙发过世 妈发过世 这件旗袍 只穿给她一个人看 你是说 爸爸 对 你找到我爸爸了 什么时候 在哪里 什么地方 你怎么找到她的 我刚刚 在剧录片里看到她了 她从朝鲜回国了 你是说 刚刚那些 志愿军英雄里面 有我的爸爸 对 你们看错吧 不会的 这么多年了 虽然 她的样子变了 但是她的行为举止 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有魅力 那么有魄力 妈不会看错的 太好了 妈妈 可是 可是爸爸知道 我们在哪吗 他知道我们什么样子 他会来查我们吗 妈妈已经等不及了 我明天就去请假 去北京找她 我跟你们说 她妈妈现在就已经去北京了 然后呢 她也会去北京 她爸爸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志愿军首长 真的吗 那当然了 梁晓英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亲口跟我说的 好厉害啊 小艺 杨小艺 听说你找到你爸爸了 而且她也是个大手掌 明燕燕说你要去北京了 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 小艺你快说呀 明燕燕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呀 小艺 你就跟大家承认了吧 杨小艺她是谦虚 来 你看 她不否认 就是承认了 你爸爸好厉害啊 小艺 小艺小艺 下学期我跟你做同桌吧 那怎么行啊 我跟她是同桌的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小气鬼 我也要 杨小艺 杨小艺 我今天是代表团支部和你谈话 你已经被练为发展对象 在这个时候 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 我又哪里做得不好的吗 现在全校都在传 你的爸爸是志愿军英雄 是大首长 你知道吗 你也因此洋洋得意 以英雄的女儿自居 是不是 我没有 毛主席教导我们 要谦虚谨慎 借交借造 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我爸爸在部队 是干什么的吗 我听刘世军说 他是部队的吹事员 吹事员 我爸才不是吹事员呢 反正他和你爸一样 也是志愿军的指挥官 是吗 但是我爸从来不让我们 在外面透露他的名字和职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说 他的官做得越大 就越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要自觉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普通义兵和普通义员 但是我真的没有跟同学说过什么我爸爸是大首长的话 那你的意思是米燕燕他们说出去的对吗 那米燕燕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好了 今天就谈到这儿 你学习好这谁都知道 你要去北京也没人拦着你 但是光凭学习好或者有个好爸爸 是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情团员的 希望你好好反省你自己 他要跟你说什么了 你告诉我 我能帮你 你告诉我 我能帮你 从北京回来后 妈妈始终不提发生过什么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夜班却越来越多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 我甚至觉得 她是在有意地避开我 有我长途吗 没有 在这种压抑的气氛里 我不敢问 爸爸是不是找到了 他会不会认我这个女儿